好,我们接着上一期节目的那个话题 G20结束以后 全球的主流媒体都是在唱好 这是G20的谈判 包括特别是中国的媒体 那市场也给出了一定的反应就是 升 但是升完以后 没两天就出现了那个消息 就是华为的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那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矛盾的事情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现实上面所呈现出来就是 哪怕是特朗普怎样唱好 怎样说可以与中方达到协议 协议一弹出来 就会出现一些坏消息 把这个事情压下来 而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打击力度是大的 而且并不是说一般的大户能影响到 必须是能就 比较有势力的 影响到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操作的那种势力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 你说要抓一个人 那个程序是多复杂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那个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与伊朗进行违反贸易制裁 的一个我们说是罪名嘛 所以这个跟刘强东的那种 那种根本不是同一个规格 明白 所以市场是给了很大的反应 就是下跌 那这会不会说是有很多股势力在对抗呢 可以这么说 那起码是两股很强大的势力 除了特朗普以外 然后之前我们会提到说 就那一万一做空 那一万美元做空的 那个赌注已经下了 我们也会之前提到说了 他们假如说是下这么大的一个赌注 他们根本不会赌 他们肯定是一般可以直接影响到结果的一般人 才会进行这样的一种交易 那现在我们看到他的势力是在哪里 他是如何影响到这个战果 他们影响的力度就在于 他们可以影响到可以在12月1号 Drop 孟晚舟 直接影响到了 以香港股市来讲 就等等一两天 之内就跌 超过一千点 这就是他们的势力 那 还有一点 就是 在贸易战 打这些阶段吧 或者说G20开完以后 有些媒体会说贸易战就此停下来 那市场或者说投资者就是因为 这些新闻的引导 就对市场又重回信心 重拾回信心 那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在哪 就是这其实是个很虚的嘛 我们上次讲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我会觉得大家就不要天真 不要以为贸易战就 等于说是秀战或是停战 并不是说像九流媒体说未来九十天是停战 战是不断在打的 因为 你一开始打 就不会停的 每一次 有一股势力 想要做多的 做到某一个水平 做空的势力 就会迎头冬季 这是我们所看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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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火的情形呢 会 逐步逐步会发生的 我自己是这么认为 因为 假如说是下了赌注了 像我们 呃 不断重复的说 什么时候会停 分身负之后就会停 那现在分的胜负没有 没有 所以会继续打 打到什么时候 打到分身负为止 那那个 战情会怎样发展 越演越烈 所以当每一次和谈 呃 那种新闻出来的时候 其实 是一个 呃 真信号假信号的 是 其实是应该趁着高位 大家想要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啊 因为 所有的好消息 到最后都会被 坏消息 痛击 也就是我们 我们所说的十招吗 啊 肯定是十招 呃 做空的 呃 做空的那帮人 肯定是用十招 做多的那帮人呢 可能用的是 呃 像 骗上去虚焦 那主要原因是在哪里 主要原因是因为 主要真的造成的破坏 造成的伤害 事况 才会跌 跌了之后 不反弹 明白 啊 虚焦的话 跌之后会反弹 啊 虚焦的话 炒上去会跌下来 但是十招的话 跌下去是不会停的 啊 跌下去就会停在 呃 是不会反弹的 跌下去就停在那里 那 假如说我们要看是否是十招 那其实很简单的 你看啊 现在股市出了这个消息之后 跌下去之后 跌下去之后 会不会产生强力的反弹 假如说 无法出现强力的反弹的话 那一招应该就是十招 那假如说针对于孟晚舟这一件事情来讲了 我觉得 还不算十招 但是呢 它的影响力 它的那个实际的那个影响力 正在逐步的扩大 啊 哎 那其实从最开始的中兴 到福建进华 到华为 这是不是预示着 呃 中国有更多的企业会受到影响 可以明显看到的 因为你说 假如说呃 是一家企业 然后现在看到了华为的CFO 华为的老板被抓了 你还敢跟他做生意 那其实的影响是 不单只是国内吧 是啦也不采购他的差别 那我跟他做生意 我是不是有点危险 可能这只是华为吧 或者说中国的其他企业 在国内外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主要原因你要看 我们要看这方面 好了 我 我可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户 我看我自己要不要用华为的产品 但是 假如说我是他的供应商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供货给华为 那假如说我供货给华为 那美国政府会不会有机会制裁我公司 那我也会考虑这方面的 所以这是对于所有企业来讲 他们会从此刻开始了 会就有每天晚上都要生事的一个问题 到底我要不要继续 与华为进行生意来来往 或者说跟国内的企业对吧 国内的企业也会有 因为华为只是一家企业 然后它与中国有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关系 但是难保其他的企业 会不会也有这种可能性吗 因为除了华为 华为只是一家 但是除了华为 还有千千万万的企业 在中国国内与政府密切关系的 你刚刚说到供应商会出现问题 我这里就发现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 我给你分享一下 就是12月3号 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光刻机制造商之一 荷兰的ASML出现了火灾 那火灾摧毁了原件供应商的部分库存生产线 那其实这个ASML的市场营收份呢 占比是87.4%了 比第二名的尼康高出了75.1个百分点 那其实这个公司在中国的市场是互动很频繁的 在中国市场的营收已达大概20%左右 它是一个跟中国走得很密切的公司 那它出现火灾是正常 是偶然事件吧 应该说是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就我们也不是警察 我们不讲证据 因为假如说你要讲证据是没完没了 但是我觉得时间点是真的是太巧合了 假如说我是ASML的我也会怀疑是不是 我跟中国过于亲近导致我的工厂发生火灾 因为时间点真的是太太太巧合了 你说那个11月11号G20会议结束谈崩了 10月3号出事 而且12月1号末晚终于被抓了 这个我觉得假如说你真的要证据的话 就你死定 嗯 明白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